這個也是還有傲人帶什麼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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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這邊 好嗎 我這邊 我這邊大概講三個面向的事情 首先就是 今天等一下要五點十分鐘 在社會所有那個GXP的一個聚會 那GXP也是在想的原因 就是關係的理解 就是說我們其實蠻關心 不管你要講政商關係 或者是政治限制的一些關係 那台灣其實有一本書作 我想念一下這一個書作的 這個 這個叫做總統的情節 是陳蓉基喬治所鑽血 那我念其中一段話 不過有關台籍統治階級 這一部分 他們的家旗 因親關係 以及經濟 以及政治權力這一部分 難度就更高了 舉例而言 不論從台灣通食 台灣神統 通智稿 台灣神通智等 最基本的住宿裡面 都難以尋覓到足夠 參考的大量素材 研究台灣統治階級的架系 必須依靠的還是古老的副文 有家族族 各類民間住宿 許多正式表述裡面的 所洩露出來的點點地 以及當事人的親友本身 那待會兒我們 在社會所聚會 其實就是想 與社會所的有一位 林宗鴻老師 交流一下這一部分的一些看法 所以我們大概會 在社會所的部分 就可以交流一下 歡迎大家來參加 接下來還是要講一下 公文土地 那其實我們一支公文土地 目前做的 電用車公文土地的部分 目前有新的一個小小的功能 那例如說 我們之前還是只有 只有公文土地的比號 目前就是像Cherry 他有提供的 是都市更新的一個狀態 所以有在做都市更新的 其實會用黃色的色塊來呈現 然後因為有做TP的關係 所以也會有一些可以上傳照片 那這個是在松山區的一個 國防國土地 現在就是一個菜園 所以就有這兩部分 那都歡迎大家 繼續來做解例 那同時間 我們當然還是去寫信給政府 期待的就是 依據憲法第143條的 這個中華民國領土內土地 屬於全國國民 那我們到底不可以知道在哪裡 那有稍微回覆一下說 他怕大陸導大家 所以他不太想告訴大家 那就 就謝謝他的 關心 好 另外就是在這過程裡面 我們就發現到 其實大家都對土地很關心 可是 對地號處理 就覺得 有點陌生 那在 我所認識的幾位 關心壁台 古基釣橋這個志工 他其實就要很辛苦去釣出 吃了一個 都市根青岸裡面的地號的 細節 那在弄陵的部分 他有做過這兩個地號做一個 很明顯的看到 都根的範圍在下面這個 跟這個古基的部分 其實都蠻重疊的 所以他的聲音性其實就還蠻嚴重的 那有沒有可能透過一個 一般非 Fakeholder 人 也可以使用的 地號轉出地圖的 這個部分的這個 應用 我們的想法會是這樣 所以也看看各位 不管從地底資料 或是GIS的面向 會不會是會選擇 可以一起來發想 那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說 像我們做這樣的 開發資料 或者對比較空間規劃 有期待 一個開放民主的程序 所以在 留來一些 關於開放市政府的一些案例 你會發現到 其實會有 Open跟參與 還有同學 群眾決策的 不同的這種小project 各個市政府可能會去運用 譬如說 在這個 滑鼠這邊 它是一個西亞普的 一個預算的遊戲 它就是一個網頁遊戲 讓你當 經理貨利一個 市長的情境 然後你決定你 今天這個 經理很多預算 總共就這麼多 那你到底希望 花在什麼樣的面向 你就可以去選 或者是捨棄 或拖鞋 最後的道理 就是預算方案 那這個基本上 就是一個公開遊戲 每個人都可以去玩 那你用你的價值觀 你可以趁這邊 表達出來 那或者是說 像這個 先提決策的 這個 對於法令的討論 像每個人的宣諾 他們也是期待 過過生化的方式 去充分的溝通 這個法令的 這個內涵支持 那我是覺得 如果前面都做 我到底沒關西涵 你就法令的行程 直接直播 這就是首爾的做法 你是直接看到這個 胡緣純 他現在在講什麼 他在跟誰聚會 他在哪裡 這個不用修法 不用成立委員會 你就加個鏡頭就可以了 所以 就是很期待 一個新的面包組 謝謝